沒有聊四季天天就更新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波斯人對上賽爾特人 這場比賽是 衛城 是一般的天梯對戰 這場比賽蠻特別的 因為波斯很難得會看到 讓Viper選到 因為Viper通常都是玩隨機 那我個人也蠻想看一下 Viper的波斯會怎麼玩 因為波斯之前我在 之前影片有講過 波斯是很新手的一個文明 既然是適合新手的文明 那由之前的世界冠軍 來玩波斯的話 會玩出什麼樣的風場 這是讓我比較好奇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們稍微講一下波斯的能力 波斯的TC工作效率是很好的 但是Hands在沒辦法有這個效果 那封建時代開始有這個能力 那封建時代之後呢 就可以把這個優勢 逐漸擴大 那到城堡時代 就是波斯一個主場優勢的一個地方 那到帝王時代還可以打這個遊俠 那城堡時代的話 可以考慮打騎士加升旅 還有這個弓兵 什麼都可以打 而且也沒什麼太大的弱點 有火炮也有火槍 然後也有重衝 所以波斯對我來說 他也是全能型的文明 但是他並沒有這個三級射 所以他打波斯弓兵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就是這個三級射沒有關係 這個射程他自己大概算一下 因為人家可能會有強弩 那你這個如果跟對方對射的話 可能就要想一下 要不要轉一下戰毛兵之類的 就不能出這個波斯弓兵去跟對方應換 不然很容易對方就有一個射程優勢 直接把你射爛都有可能 好 那波斯除此之外 還有這個比較特別的能力 是他還有駱駝 那波斯他有遊俠又有駱駝 所以他打馬國的時候也不會太弱 就是他打馬國 你還可以出重中落後康克對方 然後農TC 你又可以農得贏對方 所以波斯的強勢之處 就是因玩家的玩法 會有很大的一個差異性 並不是每個人有玩家 欸幹BIPER這邊失誤了啦 野外吃乳牛 我的天 BIPER這邊是不是最近在練師帶的關係 有點累啦 看他最近狀況好像不是很好 那這個乳牛如果吃在野外的話 這樣就要走來走去喔 消耗非常大量的移動時間 好 那除此之外 波斯的騎士 對弓兵還有加2傷害 所以波斯打遊俠 或是城堡打騎士 對方對方的弓兵也是超級猛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新手們喔 真的可以多練一下波斯喔 真的不會覺得可以太爛喔 真的真的蠻強的 我真的很推薦波斯這個文明 好 那來看一下賽爾特 賽爾特的話他是遊戲裡面 伐木速度最快的文明 他本身有20%的伐木加成 那除此之外他還有2級伐木 雖然到地龍時代伐木速度 可能會有輸給3級伐木的文明 但他本身喔 他最強的石器就是 職城這段石器 他可以高速職城 然後直接上升頭 升頭騎士的一個打法 完全黃金兵種 然後直接壓制對手的TC 那這招的話算是 賽爾特專有的打法 因為賽爾特他可以 有一個獨特的配置 可以讓他非常的高速 上城堡時代之外 然後上城堡時代還可以馬上 爆出這個BK 跟騎士 還有僧侶 那這個配置是 需要稍微記一下 那我自己沒有記喔 那我大概知道是 什麼樣的情況 就是木頭要多配一點 黃金多配一點 然後食物呢 只要配大概 一圈田就夠了 但是你上城堡時代 已經會超過一圈田了 那這個就是要 上城堡時代之後 要去拉村民喔 去挖木頭跟黃金 這個算是比較小細節的操作 但實際的配置 好像一直都有在優化喔 但我不確定現在優化成什麼樣子了 好 那除此之外 波斯 不是不是波斯喔 賽爾特人 賽爾特人除了伐木有優勢之外 他的步兵也是全遊戲裡面 跑速最快的步兵 他這個賽爾特的寶兵喔 這個叫松蘭武士 那松蘭武士他跑速超級快 基本上如果你賽爾特人 要打奇兵的話 那你就不如直接就出這個 賽爾特的松蘭武士喔 雖然說賽爾特人也有優俠 但是他沒有品種喔 所以他的優俠特別容易被戳死喔 而且也沒有三級防禦喔 那打優俠的話 是超級殘廢的一個狀況 所以建議喔 如果真的要打優俠的話 先考慮一下這個賽爾特人的 自身的松蘭武士這個選項 因為他跑速跟騎士已經快要差不多了 雖然還是比騎士慢了一點點 但總體而言喔 這個造價便宜 只要25黃金而已喔 然後攻擊力 基本攻擊力還有13喔 而且跑速又快的一個步兵 所以賽爾特人就可以直接把他的獄 當成他的騎士來用就可以了 好那看一下 兩邊要到上了城堡時代 欸不對喔 賽爾特人這邊是 21P 然後出三棒棒 然後要前置 哇突然要打個裝甲塔 這四村出去一定是裝甲塔 沒有其他可能性喔 是因為四村剛好可以把這個 料旺塔的3號拉到最滿 好那來看一下這個三棒棒 移上封建時代 直接按上裝甲然後開砍 然後由於他這邊步兵喔 速度非常快 但是這個步兵移動速度 是從封建時代開始 好 移上封建時代 這個步兵跑速明顯增加了有沒有 開始糟糕了 然後這邊看到 戳戳直接回頭砍 但是還沒有按下這個裝甲步兵 忙著蓋劍塔 沒有時間去按裝甲步兵的升級 好 終於按下去了 趕快按下去之後 就可以用這個裝甲步兵防護劍塔 但是Viper這邊手速很快 馬上第一時間也對應下了一根劍塔 好 那這邊Viper就要開始考慮要不要去挖這個石頭了 那這邊被插起來了 村民可能還是要拉走了 但是要留個4村喔 在裡面跟對方對射 好這邊選擇拉5村 那我們這邊稍微看一下數值喔 5加0 5加0 然後 然後 看這邊 5加0 攻擊力一樣 1717 有沒有 數值都一樣 0加4 有沒有 0加4 這裡是5個村民 這裡是4個村民 你看這樣子 賽爾特這邊就賺到一村喔 攻擊力全部數值一模一樣 所以真的卡供的話 記得 只要拉這個4村就好 不要拉到5村 通常會蠻虧的 好那這邊 裝甲布兵 再跟對手的Viper 肉馬在跳恰恰 一人劍塔快爆了 趕快出來修一下 這邊劍塔的戲劇操作 就是要來射那個 修理劍塔的村民 那這邊只射到1發而已 村民的血幾乎是滿的 好布兵一直不敢上高地 只要一上高地的話 Viper可能會硬打 欸這邊要慫了嗎 看到貢兵 欸這個馬上回頭反打一下 哇這貢兵可能會被收掉 差一刀 OK 赤猴過來 來不及點 貢兵先射掉長槍兵 裝甲開砍 肉馬在砍下剩下的裝甲 哇剩兩隻殘血的 哇這一波交戰只損失 兩隻肉馬 一隻弓兵而已 Viper這邊操作還是不錯的 弓兵 基本上只損失1隻 所以是蠻賺的 那這邊劍塔操作 兩邊一再射射 但賽爾特這邊 還是很想堅持住這個劍塔 這個有點太陰藥的感覺 好 那家裡三個人挖石頭 Viper應該也是會挖 這不挖石頭風險很高的 哇他真的沒挖 因為他不挖石頭的話 這裡很有可能 挖到後面就沒有這個 石頭 可以去修理這個 獵望塔 所以一定要趕快 在石頭挖完之前 解決掉這個 防禦箭塔 獵望塔 好 但是波斯還有一個小小細節 就是他的建築物的血量 是比較多一點的 他的TC的血量是雙倍 4800滴 非常的多 但是 獵望塔是沒有比較多的 所以波斯有一些人 會選擇打這個游牧的時候 玩這個TC爆 那游牧TC爆 波斯是超級猛的 基本上沒人爆得贏 因為血量太多了 直接多一倍 非常難產 好 這邊應該要放棄了 遼望塔 受不了了 4800滴真的很多血 呵呵 我之前看那個 腿哥 在練波斯TC爆 看他每一場一直爆一直爽 我看他 連續爆了快一個禮拜吧 也沒到一個禮拜 好像兩三天吧 那一個禮拜 印象很深刻就是 看他在玩TC爆 好 然後最後好像有練起來的樣子 那波斯TC爆 我真的也不知道該怎麼守 只有想到房子就是一直逃跑而已 好 這邊賽爾特居然還 在家裡蓋一下這個料亂塔 哇他自己也很怕 是不是 但我覺得這個就有點 不太必要了 因為其實波斯 這邊雖然沒有挖石頭 但賽爾特有挖石頭 但沒有去進攻的情況下 這些石頭也可以拿去賣掉 然後用刺激靠買賣 去買食物 那高速上這個城堡時代 也是一種選擇 好 那是賽爾特這邊 田已經蠻多片了 OK 16片田 14片田 這裡有一村沒有在動 這是卡住的意思嗎 哇 沒事 可以動 我以為他直接減1 這麼衰 好 那Viper這邊農田 慢慢補下來了 農田樹 跟賽爾特還是這邊有點 差距了 這一波交換 確實讓Viper有點受到傷 經濟稍微被拉開一點點 但沒有關係 挖黃金人有點多 8斤的話 就可以考慮下這個四級 然後來蓋這個四級來做買賣 可以讓他比較快上這個城堡時代 才不會容易被一個城 時代差距被打爆 結果這邊又拉了四村 又要繼續來打工 這邊應該是有看到這個 金礦的位置 好 這邊應該是要來插金礦 欸果然 直接插這個地方 哇 石頭跟金礦 這個小片木序也被插爆欸 唉唷這個 這個V玩家 賽爾特玩家也是蠻厲害 喔這不是打告 抖抖抖抖 抖抖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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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非常頂尖的玩家 之前很多直接比賽也常出現他 哇 哇這一根起來 vip 生活會無法治理喔 這個有點傷啊 哇 石頭黃金墓區直接被插爛 黃金還有一塊在這裡是海型 而且剛好是在這個高地的冰原 好在這邊補下4級 那這個4級可能不會補 欸當然這裡有可能會被拳擊打掉喔 開扁4級 會不會低掉呢 vip會不會低 看一下支援 欸低掉 欸瞬間加100多目 OK啊 vip還是沒有老 這個vip低掉就沒有很虧 OK OK 那把這個4級拆掉之後 馬上想要往前蓋 但是工兵在這邊等了 那後面有一些綻毛 vip直接裹斷 靠買賣喔 買了200石頭 然後去插這個料用塔 哇那多插這根 因為vip沒有挖石頭的關係喔 花了快要300多斤喔 才買到這些石頭 當然這邊就足夠三保道了 那這邊賽爾特經濟優勢就會很明顯拉開了 看這邊賽爾特已經按下城堡時代了 vip這邊卻還有一段路要走 這段路可能有點遙遠 好那後面還有一對工兵 哇這個有點傷喔 五隻工兵直接走到後方墓區 一村 直接趕快補洞 在這裡有血 後面再補一下 但是後面又有更多的 拉走拉走 這邊很難圍 這裡是不能圍的地方 只能先拉走了 趕快拉自己的工兵過來救 正面的話金塔蓋好 下面這邊想上來 但是有工兵在這邊守 左邊這邊也把這邊工兵拉跑 欸這邊有差點送一隻 好用自己的工兵把對手趕跑之後 把自己的村民拉回去做伐木嗎 還是要到下面做伐木呢 到左邊這裡了 VIPER開始往左側移 哇他這波打得不錯欸 好那這邊直層上到之後 賽爾特很有可能會打這個BK 就我剛剛說的這個 生頭戰術 生頭戰術真的是 賽爾特的一個專屬能力 因為他這個投石車 有這個攻速加成 其實是加20%吧 他攻速超快的 這也是一面 用工程器 攻速最快的文明 這是賽爾特的 好這邊本來想要秀個操作 但沒有秀到拉了一村 過來想要扁這個料王塔的血量 但是直接被秀了一波被關了起來 好那直接裹在這邊放棄了 哇是25% 想說怪怪的 20%好像太少 好那投石車有這個25%的攻速加成 如果要打這個的話就很快了 基本上打兩台是推薦三台車去砸戶比較輕鬆 那賽爾特的話兩台 也就可以很輕鬆砸掉了 因為他的攻速實在太快了 那村民稍微修一下 投石車基本上是白嫖無患 那如果對方出這個 生旅的話 出騎士的話 這邊就出生旅嘛 生頭戰術 出騎士就生旅 不然就後面再加個長槍兵 也可以 因為賽爾特的步兵跑很快 出長槍兵也不虧 但個人還是比較推薦出這個 騎士 這邊騎士比較有主動性 這邊用高地拖一點時間 VIPER這邊開始攻兵秀操作 二級射也好 奴兵也好 那這邊 不敢直接上高地 因為這邊上高地可能被換光 數量不太夠 騎士過來看了一下 沒有要上去前打 開始在等這個騎士數量起來之後 才會反擊的樣子 這部箭矢堵得很好 騎士沒有吃到大量箭矢 極火傷害 但頭石車好 已經開始慢慢的把這個箭塔 開始砸爛了 我說至少兩台 結果一台就砸爛了 這個就是沒有村民進箭塔 就很容易被射爆 被砸爆 好 好 永遠這邊生女還沒有出來的關係 趕快把這個頭石車圍起來 那來保護一下自己的村民 反應真的很快 如果是我的話 村民現在應該被抓掉了 好 這邊工兵再往上 那VIPER這邊開一下TC 那只要每開個TC VIPER的優勢就越大 但這個頭車要好好處理一下 哇 被找到一村 很傷 哇 VIPER居然已經被 被殺了三村啦 好 騎士再等二級馬卡 二級馬卡 二級馬卡跑了之後 應該會來打這個頭石車 那後面有勝率 在後面等 應該勝率也知道 VIPER出了很多騎士 剛剛工兵都有看到騎士在動 那這邊再準備蓄勢待發 準備來招翔 那VIPER也知道 對手也出這個僧侶 所以這個騎士 應該不會很早期喔 就去換頭石車喔 應該還是會蓋個BK 跟對方互換 這樣做法是比較好一點的 好 騎士去探路 終於看到 永遠有一隻在這 有一對工兵在這 那剛好說到 波斯的騎士打工兵 有再加二傷害加成喔 所以這四隻騎士 很有可能解得掉嗎 因為工兵數量只有九隻 五隻是戰矛 看一下這邊傷害 哇很高 很痛 哇靠 等一下 四刀死一隻是不是 還三刀 哇這騎士傷太猛了 血量掉很快 戰矛也一直被砍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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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四隻騎士 打掉九隻奴兵 五隻戰矛 有沒有 這個就是波斯的騎士 跟鬼一樣 打工兵真的是跟鬼一樣 然後頭車直接互換砸掉 OK 那BIPER這邊的打法 就是我們剛剛前期講的 就是波斯的一個優勢就是這些 你打騎士 有這個傷害 然後對付對方的頭車的話 用這個頭車來解就好 好 稍微秀一下操作 那也可以喔 稍微阻止對方的僧侶喔 去過著想的一個反擊 好 砍完之後 騎士開始往前想要來騷擾 這邊工兵沒有看到騎士的去向 這邊騎士 這邊有交戰一波 BIPER被換了一些 騎士直接進TC 這邊硬打 工兵開始往後側 前面投側 順利的把六彩給解掉了 那這兩隻騎士 殺了兩村之後 死了一隻騎士 往後跑 但是右邊 左邊遇到一些工兵的突襲 這隻可能會死 因為有彈道學 倒了 BIPER這邊 工兵會不會看到村民路過呢 欸唷 極限距離啊 居然沒看到 剛好在這個視野外 他剛好走這個地方 哇 BIPER這邊有點錯失良機喔 反正這兩隻抓到也是蠻賺的喔 好 那這邊 並沒有想要繼續再出這個投石的生旅 這邊選擇果斷喔 斷尾求生 會去把自己經濟農起來 前期這邊投資 當作 當作沒發生過 直接撤軍了 好 這邊開始補一些騎士殘血 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這邊工兵應該只是過來燒了 應該很快就被解掉 好 這邊騎士直接上來硬砍 直接砍死了一隻工兵 那波斯這邊 沒有彈道學的關係喔 我一講完就點了 所以這邊可能要斟阻一下 要不要追擊喔 因為在工兵沒有彈道學的情況下 很容易被對方秀 一個V陣 這個V陣就很容易秀翻對手的工兵 然後對手有彈道學的話 又很容易秀翻對手 沒有彈道學的話 盡量是不要讓工兵一聲追的 好 這邊投車 看到工兵過來直接按下一台 來 賽爾特這邊的工兵有點多耶 這12隻 好 有出一些長胖兵跟僧侶喔 要來反制VIPER的騎士 但是VIPER這邊村民也才領先3隻而已喔 並沒有太多 哇 這邊直接硬點TC的關係 可能要被射掉了 回頭砸一發 沒砸到 哇 可能要本來想再射一發 結果後面騎士加工兵 直接射掉了非常多的一個奴兵 這邊死了大概3-4隻左右 好 這一波騷擾算VIPER的 小虧吧 這邊投車車爆了 那投車車很貴的 那他只死3隻工兵的話 其實沒到那麼傷 因為木頭的 木頭沒有傷到那麼多 75木而已 好 這邊蓋一下城堡 那波斯這時候蓋城堡的話 很有大的機率喔 可以點這個波斯工兵 那只要點一下波斯工兵這個科技之後 波斯只要產這個奴兵喔 是不用黃金的 但是這個木材消耗量會變多喔 我就是增加到45木的樣子喔 第一隻工兵要45木 但不用黃金 消耗量其實還是蠻大的 20隻的話就要900木 好 那來看一下這邊 挖蓋城堡的村民術會被抓到了 哇這個抓得有點急死喔 哇這波往後拉 但這邊工兵跟騎士沒有往後就有的意思 這波可能要直接推到TC喔 不然會全部被射光喔 擁有彈道學 但塞爾特這時候已經點下城 帝王時代了 村民術目前持平 但是由於VIPER這邊是波斯的關係喔 TC音準率很好 就算落後了 馬上又可以馬上追過來這個村民術 這邊硬硬砍這個釣光塔 到了更多騎士到後方 塞爾特喵維 讓工兵進來之後 直接硬砍吧 TC下了村民 看起來是喔 工兵也直接走進去了 左邊這邊 工兵還被騎士追著打 但是這邊工兵數量有點多 可以適時的反擊騎士 好那這邊直接走過來 工兵也死了蠻多的 因為TC直接硬點村民下的人 在TC下的人 哇這邊工兵燒的有點到位阿 好更多騎士過來支援 20隻的奴兵只剩下12隻喔 雖然越來越少 那BIPER這邊還出來偷臭 又來硬解這邊的一個BK 哇這邊死傷非常慘重 這時候BIPER點下了帝王實彈 好但是這時候 賽爾特人卻點下這個賽爾特人 鬆蘭武士 那鬆蘭武士我們前期有講到 他是基本上算是可以說是鬆蘭武士 賽爾特的一個騎士單位 因為跑速真的很快阿 雖然血量少了一點 但他招架很便宜 只要25禁而已 好但是BIPER這邊 騎士瘋狂騷擾 砍到的村民蠻多的 好雖然我是過來防守 這次效果禁止是很好 用瘋狂都還沒生完 好那最後還是用這個長槍兵喔 去防守掉 好 那BIPER上進了實彈還有1分鐘 這邊工兵居然在這個鬼妙的位置 他哪時候鑽進來的阿 我剛剛都完全沒有觀察到耶 他可能是從左邊剛剛走進來 還是從這邊直接過來 好那這邊 鬆蘭武士被弓箭射得很痛 因為板甲還沒有好 好喔 這邊直接硬點村民 單村蘭武士直接尻爆 打自騎士過來 先坦個路 要直接抓了嗎 喔這時候點一下工兵護甲 看來是要打這個波式工兵喔 加上騎士 有狹暴 哇 完美 這就是我最想看到的波式組了 波式工兵加有俠 強無敵 有 賽爾特這邊3級板甲中 點下 點下之後賽爾特的鬆蘭武士跟疾兵 這個殺傷力就會很強 因為跑得快 自然就可以有輸出 就追到敵人 好 這一波 疾兵直接戳進TZ下了 這麼狠 騎士確實也不能輕易防守 但也沒有關係 這時候 白魄已經點好銀罐了 波式工兵點發完成 這時候要按工兵喔 波式工兵要黃金的 馬上按了一堆弓兵出來 想要來防守這些疾兵的傷害 化學點下之後 拇指環也點好了 這個奴兵傷害就會變成波式最強的一個狀態了 那這邊村民被戳死了有點多隻喔 但沒有關係 白魄的TC效率運轉很好 馬上就可以把這個村民補回來了 好 那這一波騎士想要繞進去 但右邊都已經回好了 應該是打不到東西 這一波進來想要硬戳 但是有城堡應該是戳不掉 而且有村民在旁邊修喔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這波直接砍掉騎兵之後 再等這個重中騎兵的一個升級 好 這一波看起來要不送光了 還沒騙送完就要送光 可惜海嘯拉一下 好 結果這邊 哇 直接關本獸 這一波騎士能換得已嗎 換得有點極限 還是換贏了 哇 有板甲的擊兵就是不一樣喔 非常耐操 不會被 不會插一插就壞掉了 我抽一抽 我還說什麼東西 幹 我要被黃標了 然後 波斯弓兵 越來越大量了 因為這個不用黃金的 非常香 但是 薩爾特這邊工程 工程器非常快的關係 這個城堡馬上就掉了 但是 正面上要打工兵有點困難 要靠這個薩爾特的松藍武士喔 要來快速解這個波斯工兵 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順帶一提喔 薩爾特可以點下這個銀罐 可以增加城堡的 還有這個劍塔的射速25% 所以點下之後 他可以城堡射速最快的一個文明 所以薩爾特人本身我也是蠻喜歡的 但是 他的操作要求度是太高了 這個三驢跟頭車 還有這個松藍武士喔 操作得要好 才能玩得起來 因為他本身有太多限制 沒有火炮 跟火槍喔 對薩爾特真的太傷了 需要非常大量的控兵 才可以把這個文明玩得很好 那我之前跟川普打 川普用了這一招 薩爾特的身頭 直接把我打爆 我甚至覺得這個 這個技巧超高難度 很容易被初劍殺 好那這邊 波士工兵覺得還不錯 靠了大量的收藍武士 直接解光 那下面這邊 BIPER直接轉出大落馬 而不是轉出騎士喔 我覺得這個想法很好 因為大落馬的話 這個馬也算是騎兵單位喔 打工兵也是有這個加2傷害 而且落馬也是有這個大落馬的 血量可以到95D 3級馬卡丘也可以3級攻 哇這個BIPER是不是不一樣 但他這樣全部是打垃圾的兵種 會不會把對方鴨子這樣打 剩下的黃金又沈起來出攻神器 真的不錯耶 BIPER這個招式套路我自己沒有想過耶 復出遊俠直接出肉馬 好像也可以喔 哇今天BIPER又教大家一招 又讓大家學到這一招了 這一招真的是蠻可能的 因為你只要存越多黃金 你在後期的就越好打 那基本上 你只要存越多黃金 對方的翻盤機率 共是幾乎為0的可能性 哇真的還用這個頭可以硬炸這個武兵 還炸到幾隻 好大量的武兵直接貼了上來 哇直接炸爛 一大坨 好那這邊來偷偷挖黃金 但是正面這邊城堡快掉了 這個城堡掉了 還能守得住嗎 好像還可以 好三級工兵 二級伐木二級 什麼都點啊 這邊BIPER沒有點 才發生自己經濟很慘 村民明明150村 但是卻沒有各種資源破2000喔 這個很明顯沒有點這個科技喔 他自己有意思的 我就是直接全手的意思喔 沒有點馬上就會發現到 抽中這麼多機器卻很慘 好但對手這邊受不了 分數被拉開打出了GG 雖然這邊野精還在挖喔 但是 並沒有太多的機會可以贏的感覺喔 這邊正面城堡又爆了 波斯工兵他又不好處理 如果要處理的話就要出 投石車跟奴炮 但是 不管怎麼換喔 對方的工兵都是不用黃金的 那自己出奴炮跟投車升級 或是檔尾都是需要黃金 所以導致薩爾特人在對抗波斯 這場比賽來說是非常困難的 如果你工兵用步兵去解的話 步兵死傷慘重 也是不好打 如果出遊俠或是大落馬之間 硬砍這些步兵也是非常難受 因為松蘭武士他的缺點就是 近戰防禦很低喔 所以大落馬跟他互靠的話 其實也不算太可以 那加上城堡有cover的話 工兵基本上 不太會輸阿 所以波斯工兵強 就是強在他的一個資源交換上 是很難換輸敵人的 只要打到後期喔 你玩波斯工兵 加上大落馬或游下 你要輸的對手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但是你要活到大後期 波斯最難的地方 就是在前期很難活下來 所以我 所以我的前期都會比較弱 就是因為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波斯前期 怎麼打會比較好 雖然永遠半打法是可以打 但是他在前期 黑暗時代沒有加成情況下 因為其他文明都是黑暗時代 開始就有加成 可能就會打出優勢喔 但是波斯不是喔 波斯要到空間時代開始才有 那主要還是城堡時代比較有優勢 那城後這個經濟運轉 就顯得更重要 對波斯來說 來看他的經濟喔 那應該是沒意外是波斯全運 結果石頭這邊 塞爾特挖比較多一點 但其他這點 石大的經濟應該是波斯 對 沒錯 都是波斯儀 雖然他這邊2級填個2級 伐木比較晚點喔 但是還是贏這麼多 就知道這個波斯的 TC運轉效果到底 有多誇張喔 真的很扯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那請大家再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